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都可以在下个星期的假期中 抓住夏天的尾巴 好好的去玩一玩吧 那说到出去玩呢 一定少不了要带一些小零食了 那今天可以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是三种韩国的水火糖 那相信一定可以在这个假期中 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那我们来选一个先吃 那我们先吃这个 嗯 好香哦 然后你看 哇 它是很可爱的一个葡萄的样子 你看 就是有点像那个 就是我们会吃那个QQ糖 它就是软软的 嗯 嗯 它就是啊 很像我们的QQ糖 然后它就是水果糖 就是然后吃进去就是很有嚼劲这样子 然后有一股很浓的葡萄口味 嗯 我觉得很适合夏天这样拿在手上一起吃 好好吃哦 它上面也没有写 它上面也没有写 哦 我觉得女生可能不会喜欢 它就是有很多颜色这样子 这个就是毛毛虫的这个软糖 好我们先来吃一个看看 嗯 看表情就知道我不喜欢 算了 啊 我猜它有点像是那个彩虹糖 就是 它不是软糖的口感 它是硬硬的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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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它就是有很多颜色 很多颜色 绿的啊 紫色 还有粉红色 那我来吃吃看这个橘色 它就是彩虹糖的感觉 然后它应该是每一个颜色味道都不一样 然后我吃的这个橘色应该是橙子吧 嗯 好 满意 那听今天吃完了这三种韩国的水果软糖之后呢 我都觉得很适合夏天很干爽 那如果有喜欢的朋友们都可以在这个夏天可以去买来吃吃看哦 那听最喜欢这个 葡萄 这是今天的第一名哦 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今天天音给大家带来的这三种水果软糖呢 那天音啊之前跟大家提到说啊 这个八月呢是韩国回归的巅峰时期 那今天天音啊就要来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看这个八月到底有哪些团体要回归或者是出道呢 那八月七日下午六点啊在粉丝们的期待之下 从PRODUCE 5101第二季中脱颖而出的十一位男生呢 所组成的WONER1终于是正式出道了 那他们的出道专辑中不仅收录了新歌 在之前比赛中获得超高人气的NAYANA也是收录在了专辑之中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支持我们WONER1的新专辑哦 那八月八日下午六点呢 我们的女子组合WIKIMIKI也是正式出道了 那特别要提到啊是之前在限定组合IOI中获得超高人气的崔友琴和金杜妍 也是在这个组合正式出道了 那希望啊大家都可以期待他们两位的表现 大家都要多多支持他们哦 8月2日呢B1A4的师弟团ONF也是正式出道了 那在出道舞台上呢他们的精彩表演 以及啊不同于新人一样的舞台魅力 也是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天一相信啊在这个夏天 他们一定也可以打下自己的一片天地 加油加油 那说完了这些新人的出道组合啊 大家是不是已经心痒痒很想去听听他们的新歌呢 不要着急 天音接下来啊要给大家带来的是8月要回归的组合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很期待这个8月到底有哪些回归呢 8月1日的晚上8点呢我们的GFRIEND女朋友也是 举行了他们的回归showcase 那在showcase上呢他们也是表现了非常精彩的舞台 听说啊这次showcase的1700张门票在30秒内就抢购一空 可见我们女朋友的超高人气 那希望这次我们女朋友的回归可以大发哦 那8月4日晚上的7点我们的WINNER也是携带他们的新歌 LOVE ME LOVE ME正式回归啦 那这次的新歌不仅非常好听 而且MV也非常的有质感 那天音思心啊是非常喜欢WINNER这次的MV 那希望还没有看过的大家赶快搜索WINNER的新歌 LOVE ME LOVE ME看起来吧 8月7日的晚上6点我们出道10周年的少女时代 也是带着他们的新专辑Holiday Night正式回归啦 那他们从2007年开始啊就获得了超高人气 并且一举成为我们的国民女子组合 那这次回归呢一定也是给大家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歌曲 那相信这个夏天最幸福的应该就是少女时代的粉丝们啦 那在这个炎热的8月呢真的是有非常多的组合出道和回归 相信这个粉丝们一定是非常的忙碌啦 不过可以看到自己的偶像大家一定也是非常的幸福吧 那天音今天也是非常的幸福 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再一次给我准备了礼物 就是当当当当 这个啦非常可爱的小扇子 那相信这个小扇子呢一定可以在这个夏天给天音带来很多的清凉 那话不多说天音也要去准备自己的假期啦 这里是天阿西亚TV 我是天音 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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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